3.1克的直火玫瑰乌龙茶也被验出含有DDT 那么再查发现这个来源是玫瑰花瓣 进货商是合荣食品公司 去年5月起两次从印度进口了玫瑰花瓣 DDT一侧这个含量是高达了0.3ppm 总共进口了5500公斤 现在库存只剩下409公斤 也就是说已经有5100公斤流入市面 而且很可能被大家驱下肚子里了 卫生局人员会同检调进入三明区 这一家合荣食品公司 里头这一包包用麻袋装的全是毒玫瑰 问题玫瑰花瓣库存剩下409公斤 卫生局人员全贴上封条 日前爆发3.1克直火乌龙玫瑰茶 验出含有两种不同结构的DDT农药残留 而来源就是和荣食品公司 去年5月从印度进口的干燥玫瑰花瓣 DDT含量高达0.3ppm 进口了5500公斤 香料用的这个干燥食物的方式来做进口 那以这个号列的话 它就会是所谓的检验检验的 玫瑰花瓣含不得检出了DDT 却已经有近5100公斤流入市面 有些还转卖给食品工厂 但和荣却声称出货单都有著名 不得食用 历程说他都有跟下游说 这个些花是不能拿来做食用的用途 那他在这个出货单里面是有特别写说 不得食用 下游食品厂是否将毒花瓣加工作为食品 和荣说不知情 但检掉还要追查 也要负责人尽快回台 同时间也要追和荣底下39家下游 防止更多毒玫瑰被无辜的消费者吃下肚 记者黄小祥 周明 高雄报道